我没开麦 我开了吗 好的 好的 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先来调试一下设备 看大家能不能听清我说话 画面是否清晰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在公屏上敲一 我们今天呢 八点呢有一场活动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直播的时间呢 就调到了六点半 可能我们虽然也看到了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 其实应该用不了两个小时 就能够讲完吧 好 我们先来调试一下设备 六点半正式开始 那么还有两分钟 我们再等一等其他学员 好不好 很明显今天 目前来说这个学员的人数不够 可能因为我们今天提前了半个小时 等一下啊 等一下 等一等其他的学员 稍等一下 就先开始了 等一等其他学员的人数不够 那我们再次进行 先开始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对 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跟大家通知过了 我们的助教老师 是不是给我们学院通知过了 今天是六点半上课啊 因为今天八点钟我们有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 也是我们2020年最后一次 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福利 有很多的精美礼品 也有很多的红包 当然如果你购客的话呢 我们也是有很大的优惠活动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课程呢 是提前了半个小时给大家上 现在来的学员 肯定是要比 没有得到通知的学员 赚得到了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上课吧 没有通知 通知了 可能是我们学员没有看到吧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讲的是跟监理相关的内容 那么并且每年考到三分左右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节 涉及到的主要考点 就包括这三个 第一个呢 说的是监理的工作性质 第二个是监理的任务 第三个是监理的工作方法 其实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没有那么多 那可能差不多用一个半小时就能够结束了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部分 工作性质这儿 首先大家要清楚 我们一提到监理 在国际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监理只存在于我们国家 而在于我们国家这个监理 那么他对于国外 就是国际上 他相当于是谁的项目管理的范畴呢 是业主 注意 我们国家监理的一些工作 在国际上认为是业主的一些项目管理 管理的工作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性质 这个监理呢 它是一种高智能的 有偿的技术服务 你注意 首先 有偿 我得要钱呀 不是白给你干活的 技术 是技术 不是管理 是技术层面的服务 注意 是服务 什么叫服务呢 这就区别于承保方 比如说 施工方 我是承保方 既然你是承保方的话 你必须要保证目标 必须要实现的 但是服务 不用 虽然说监理 他会努力让目标实现 但是他不保证目标一定实现 这个说的就是一种服务 我给你提供的是服务 而不是我把这个任务承包下来 能理解吗 再往下 我国的工程监理 属于国际上业主方项目管理的范畴 刚刚说完了 往下看 工程监理的工作性质的特点 这个工作性质有这么四个方面的特点 分别来看 注意 对于这四类呢 四类性质 我们要给它区分开 关于这一部分考试的时候啊 他可能给你一种描述 然后让你去判断 这种描述 他到底说的是哪一种特性 能理解吗 先说第一个 服务性 这个服务性 刚刚我在解释有偿技术服务的时候 其实就给你已经说过了 服务性 监理他会努力让目标实现 但是他不保证一定实现 这个反应是监理的服务性 不保证一定实现 明白吧 第二个 科学性 监理你就记住就好了 他也是没有文盲的呀 人家监理也都是专业人士啊 什么监理员 专监 总监 也是专业人士啊 然后第三个独立性 这个独立性强调的是监理 你在组织上也好 或是在经济上 不能依附于监理工作的对象 就是不得依附于承包方 比如说 施工单位啊 今天请你吃个饭了 明天去唱个歌 后天不知道又又给个红包 大后天又怎么着了 理论上 这个是不允许的 如果你要是一再的去依附于他 那可能这个监理工作就没有 没有办法很好地展开了 这个说的是监理的独立性 然后第四个公平性 这个公平性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监理 他拿的是 一主的钱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吧 那么你认为这个监理他能够做到绝对的公平吗 肯定做不到 所以当这个发承包双方有了一定矛盾的时候啊 这个监理呢 你是在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呢 不要去损害承包方的利益 这就已经很公平了 这个大家肯定能够理解 是不是 好 这就是监理工作性质的四个方面特点 服务性 科学性 独立性 公平性 要去理解这四句话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啊 看第一题 我国的建设公传监理属于国际上谁的项目管理的范畴 刚刚说完了 是不是业主的呀 甲方 选低 多简单 第二个 关于工程监理单位工作性质的说法 正确的是 挑对的看 工程监理单位 接受业主的委托 必须保证目标实现吗 没有 他提供的是一种服务 我会努力让目标实现 但是我不保证目标一定实现 第二个 工程监理单位在组织上 不能依附于监理工作的对象 这个考察的是独立性 正确 第三 工程监理单位从事监理工作的人员 军事 监理工程是吗 每一个都是 那是不是有监理员的呀 所以他说军事太绝对了啊 最后一个 工程监理单位是以独立的第三方的身份 去处理业主和承包商的冲突 他能 他能做到完全独立吗 他做不到 关于这个公平性这里 你是先去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 但是我不得损害承包方的利益 所以这道题呢 正确单选择B 是不是挺简单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监理的工作任务 我们这节课就要讲三个点 第一个点已经说完了 我们看第二个点 这个点很重要的 其实要比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点还要重要 那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质量管理条例里面 对于监理工作的一些规定 在这里啊 主要是提炼出了这三点 一二三 这三点 那么对于这三点 这个蓝颜色字体是要求大家务必要掌握的 你注意 每一点 他都可以独立的去出题 好 先看第一个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据法律法规 以及技术标准 依据设计文件 依据合同 来解释一下 监理 首先你必须要依据法律法规 就是你实施监理工作的时候 是不得违法违规的 然后还要依据技术标准 当然你在实施监理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得脱离一些技术资料啊 标准啊 规范啊 这个能理解吧 还要依据设计文件 看看它是不是按照图纸的要求去施工的 还要依据业主的要求 就是发承包合同里面所约定的内容 它要依据这么多 然后代表甲方对施工质量去实施监理 并且对工程质量承担什么责任 注意 是监理责任 他可能把这个监理这个词给你改成监督 改成管理 错错错 全部都错 他是既监督又管理 所以说是监理责任 这个词必须要基准啊 是监理责任 监理嘛 你就承担监理责任就可以了 会了吧 重点记这个责任 然后看第二个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去进驻施工现场 总监和专监都要进去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怎么样呢 材料 购配件 设备 不得使用 不得安装 你不能用 不得进入到下的工序 这是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 那么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呢 两个 不给钱 不验收 不得不付工程款 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好 这是两种签字权 区分改 很重要 然后再往下 工程 监理工程师应该按照 按照什么呢 按照工程监理规范 你注意啊 监理他在去工作的时候 他应该按照的是工程监理规范的需求 这个词要记住 是监理规范 采取旁占 巡视 平行检验等形式 对工程实施监理 那么什么是旁占 什么是巡视 什么是平行检验呢 首先旁占 旁占他主要是针对于关键部位 关键工序 比如说土方的回田 钢机构的安装 对于这样的重要的 那么你在干活的时候 旁边必须得有人 有监理 看着你干活 他戳在旁边 瞅着你干活 这个叫旁占 巡视呢 走过来检查一圈 走过去检查一圈 就是溜达着 一边看一边溜达 懂什么是溜达吧 然后平行检验 平行检验就是 施工方 干完活 施工方先要自检 自检完了之后 监理再进行检查 施工方的自检 和监理的检查 二者不相交 这个是平行检验 三种形式 旁占 巡视 平行检验 来我们看一下 根据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 在工程项目 建设建立工程当中 未经建立工程师 签字怎么样 未经建立工程师 签字 材料 设备 购配件 不得使用 不得安装 不得进入到下导工序 材料 购配件 不得使用 不得安装 不得进入到 下一道工序 所以选 ADE 那么 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这个是 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这个有没有提到啊 施工大会 不得更换施工作业人员 这个施工作业人员 如果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 我们是可以去换的 当然你要是换的特别重要 比如换一个技术负责人 那这个 我们必须要找到 这个甲方啊 或者是总监啊 我们得去签字了 但是这个 我们前面没有提到 两种签字权 没有提到这句话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它就纯纯的 就是干扰箱了 它哪个都不搭边 哪个签字权 都没有涉及到 好 选 A D E 对的 没有毛病 然后我们再往下 看一下第二题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未经谁签字 不得拨付工程款 不得进行竣工验收啊 不给钱 不竣工验收 这是 未经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吧 应该是选择D 好 第三个 监理工程师对于建设工程师 实施监理的形式包括什么 三种旁占 巡视 平行检验 所以这到底正确答案选择 旁占 巡视 平行检验 选 C 好 今天确实是早了 早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下第四个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监理工程师应该按照什么的要求 然后去采取旁占 巡视 平行 检验等形式呢 你看 往年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考察这三个 结果19年呢 这三个大家都记住了 所有人都知道了 然后呢 他就考了这句话的 进前面一句话 对不对 刚刚我们说了 他要按照什么 工程 监理规范的要求 所以说这到底选C 你看 参加过意见考试的学员 很多 绝大多数学员都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在这句话当中 这个我特别的清楚 我特别的会 就考试的时候 我偏偏不考他 我就考这句话 紧前面半句话 或者这句话紧后面半句话 你注意 所以说啊 我们近几年 这个意见的考试 我就说管理啊 管理这个科目 他考的是越来越零散了 旁旁 这个边边角角的 他考的越来越多 明明近几年 一直这个是重点 结果19年就不考这 我偏偏考前面一个 那可能有学员就不知道了嘛 是不是 所以 那这就要求啊 大家尤其是在基础阶段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 把这些内容 我们 多去学一点 你去多强化一点 整个这句话 前前后后 我们就能注意的 就多去注意 那你记得越多 那么你到考场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越有底气吧 好 那这道题正确答案选C 我们虽然说 现在这里的考试 还是有一定时间的 但是我们 可以把阵线拉长 我们每天学一点 更扎实 嘛 好 那刚刚的给大家讲的是 质量管理条例里面的一些规定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哦哦哦哦 又影响到你们了 是不是 快摘掉 嗯 为什么老旺呢 你说你们 就天天的 你看看这字 它不香吗 嗯 它不香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啊 好 刚刚我们讲的是质量管理条例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对于监理工程师的一些规定 嗯 这里又有这么多规定 嗯 同样还是每一点 它都是一个独立的考题 我们分别来看 先看第一个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 审查什么 审查 施工组织设计当中 安全技术措施 或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符合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这句话非常重要 必须要回 我们再来看一遍啊 它要审查什么呢 师组里面 嗯 安全技术措施 或者是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符合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必须要回 好 第二点 实施监理的过程的时候 发现隐患 我们怎么去处理啊 发现隐患 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记住了 隐患 对应是整改 那如果说情况严重的话呢 情况严重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要求施工单位停工 并且还得报假方 嗯 严重的时候让他停工 报假方 就是报建设单位 那如果说我让你改 你不改 我让你停 你又不停 拘不整改 也不停工的 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就是向建设行政部 官部门 比如说建委啊 建设局 向这些部门去报告 好 在这里啊 有三种情况 隐患 严重 拘不整改 这个 拘不停工 也不整改的这种 对于这三种情况 我们分为要怎么去处置他们 隐患 让他整改就行了 严重 停工 报假方 拘不整改 也不停工的 向有关部门报告 这三点 你必须要前后对应好了 考试的时候 他肯定要把他们给你整体打乱 然后让你去判断 说法对不对 明白怎么考了吧 下一个 第三个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工程建设强性标准 去实施监理 并且承担什么责任 同样 监理责任 不是监督 不是管理 是既监督又管理 成为监理责任 你是不得违法违规啊 必须要按照强势性标准的要求 去实施监理啊 承担监理责任 好 看题 今天内容是不是挺简单的 争取我们课上就全部掌握啊 看这道题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性标准去实施监理 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什么责任 监理责任 你看监督啊 或者是法律啊 连带啊 错错错 叫监理责任 好 没毛病是不是 都会啊 看第二个 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当中有关监理的规定的说法正确的是 还是挑对的看A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 施工组织设计理念安全救助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没毛病 正确 下一个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当中发现隐患 赶紧回忆 隐患对应整改 他说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正确 然后情况严重的话 怎么着来着 让他停工报假方吧 你看啊 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 并及时向建设单位请报告 还是对的 再往下 如果他拒不整改 也不停工的话 怎么办 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正确 好 那多选择 全四个都对了 那肯定最后一个不能选呀 看最后一个错哪里了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答按照法律法规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去实施监理 没错呀 再往后 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 承担什么责任 监理责任 不是所有责任 不是所有责任 所有责任这太严重了 对不对 监理责任 所以这道题呢 正确答案选择A B C B 不是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不是我们学员 今天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吗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今天呢 是六点半开始 预计呢 上到八点多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也是马上就要 就要这个二十一年的元旦了 所以呢 今天给大家呢 组织了一场活动 是2020年最后一场活动了 所以呢 占用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提前开课 当然今天这次活动呢 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 不仅购客上有优惠啊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礼品赠送 当然还有一些红包 挺好 这是2020年最后一次了啊 好 那这道题正确答案选A B C D 明白了 都清楚了吧 为什么我们今天提前开课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呢 说的是建设工程 监理规范 里面所规定的 那我们在实施的不同阶段 那么监理分别要干哪些事 你想我们整个施工的阶段 有很 整个实施的阶段有很多 比如说有设计阶段 有赵头标 有采购 还有呢 施工准备阶段 还有施工阶段啊 干完活 竣工验收啊 等等 每个阶段 他间里都有一定的工作 好 那么关于这一部分 怎么考啊 他不是在每个阶段 间里都有不同的事 要去做吗 好 考试的时候 他会把不同阶段 监理的工作 拿到一起 掺到一起 然后让你挑 比如说 以下属于 施工准备阶段 监理的工作 有哪些 你要把它挑出来 以下属于 施工阶段 监理的工作 有哪些 你再给它挑出来 明白了吗 好 看一下第一个 设计阶段 监理的主要任务 特别喜欢看这句话 他说的是 事业主需求而定 国家没有做出 统一的规定 很好 几乎不会考 省事了吧 下一个 施工招标阶段 建设监理的主要任务 同样 事业主的需求而定 国家并没有做出 统一的规定 那这两个都不用看了 下一个 材料和设备 采购供应 这个阶段 监理又有哪些任务呢 采购 你想想啊 既然是采购 问监理又有哪些任务 那这部分材料 肯定是甲方提供 属于甲贡材 对吧 好 看一下 对于由业主负责 采购的材料和设备的物资 监理工程师呢 应负责制定相关的计划 并且监督合同的实施 监督合同的执行 那么具体工作 有这么四点 首先第一个 制定或参与制定 是监理你去制定 或者是你参与去制定 材料和设备 供应计划 和相应的资金 需求计划 你看 其实如果说 这个事要是业主 业主加工材的话 那90%的可能性 就是监理去制定 物资的供应计划了 对不对 你拿钱来 我得让你干活啊 不能养着你 对不对 所以一般情况 就是他去制定了 制定什么呢 材料的供应计划 还有呢 我需要多少钱 资金的需求计划 好 计划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 通过材料和设备的分析笔选 协助业主确定材料设备 等物资的工业单位 第一 我先做计划 第二 我再货比三家 然后我要协助业主 定一家 是不是这意思 在这里你要注意 是协助业主去定 不是我替你去定 不是啊 我是协着协助 协助我帮着你 不是代替 并没有说代替业主去定 然后再往下 你定好了 选择好了赶紧 起草并参与订购合同的签订 起草这个合同 并且参与合同的签订 合同定完了 那接下来 监理是不是还得监督合同的实施啊 好 这个就是这四点啊 就是在材料采购的过程当中 监理你应该干的事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你看啊 因为从这些字词里面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这个是 就是在材料和设备采购的环节 你看 材料设备的供应计划 资金需求计划 协助业主定 供应单位 签订材料采购的一些合同 监督合同的实施 是不是 很简单吧 对 也是由于简单 考试呢 几乎不会考 越简单的 他考不着你有什么意思啊 接下来我们看重要的 这个必须要会 施工准备阶段 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准备阶段 就是干活之前 那我们要干哪些事 还有呢 还有就是施工阶段 你注意啊 尤其是施工之前的准备阶段 还有干活的过程当中 这两个阶段 特别喜欢柔刀一起考你 必须要去分开 先看第一个 没有问题吧 我先问问大家 我们学员还是 还是有刚刚进来的 是不是 什么提前了 一会儿 我刚刚给大家解释两遍了 我现在就不浪费时间再说了 我们其他的学员 可以帮我们 这些学员解释一下 没关系 你的重点没有错过 接下来我要讲重点了 跟上 看一下施工准备阶段 我们这个监理 他到底要干那些事 你就想 在开工之前 他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进行各方面的审查呀 你该有的资质有没有 该办的手续有没有办好 你们的人员的配备怎么样 什么实验室 是不是符合要求 对不对 好 看一下 审查 施工组织设计当中 质量安全技术措施 专项施工方案 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都符合性 就是在开工之前 我先审查你的施工组织 设计里面那些内容 看看是不是满足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呗 对吧 这肯定是 开工之前的事 准备阶段的事啊 然后再往下 参与 设计单位 向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 设计交底 是不是也是开工前 所以他也是施工准备阶段 再往下 检查 检查施工单位 工程质量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以及组织机构和人员的资格 他要检查 跟质量跟安全相关的一些制度 看你们制度制 这个制定的 是不是健全的 看看你们这个人员的资格 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很明显这也是开工之前 他要去检查的 然后再往下 还要检查什么呢 施工单位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关于这个专职安全员 他的一个配备情况 比如说 理论上 一万平米以下 至少一人 一万平米 平米不是立方明 一万平米以上 两到三人 五万平米以上 我们要按照不同的专业 组成安全检查组 去进行配备人员 按照不同的专业 组成安全检查组 那么他就是 开工之前要检查 你这个人员配备 是不是满足要求 好 然后看一下第五个 还要审核分包单位的资质 你看 审核分包的资质 检查相关人员的资格 还有呢 检查实验室 是不是 符合要求 还有 查验施工单位的 施工测量放线的成果 这个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他呢 重点强调的就是 你在开工之前 势必要对于业主给到你的一些原始数据进行负荷 负荷结果你要给到他 他要去查验 那就是开工前啊 我们必须要去对于原始数据进行负荷 然后呢 监理来进行检查 测量放线结果 审查开工条件 签发开工令 开工令一签发 那就开始干活了 所以签发开工 开工令 审查开工条件 那肯定是在施工之前的事啊 就是施工准备阶段 这一部分能懂吗 哎呦 这么多学员都没有寄到通知啊 哎呀 那可能是 确实是有点问题 是不是 对公众号上今天有通知了 公众号上有通知了啊 啊 我明白了 是免费的 免费用户没有得到通知是吗 那怎么办呀 买科 我们继续往下说啊 继续往下 好 看一下第五个 第五个呢 是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建设工程 监理它的一些工作 关于这个施工阶段呢 它主要是分为了这么四个层面来说的 一个呢 是施工过程当中的质量控制 一个呢 是进度控制 还有投资控制 还有安全生产管理 这四个 你注意 关于这一部分施工阶段的 监理工作的这个任务 它可能怎么考呢 它会把整个施工阶段的 和刚刚我们讲完的施工准备阶段内容 给你揉到一起 那它可能会这样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就是你看有质量控制 有进度控制 有投资控制 有安全生产管理 它可能会把这四个 不同的角度 给你揉到一起 然后让你去区分 哪些属于质量控制 哪些属于进度 哪些属于投资 哪些属于安全生产 明白了吗 这是它出考题的方向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 先看第一个 质量控制 看一下 核验施工测量放线 我说到这儿 我不知道我们学员 有没有注意啊 你看啊 我往前翻一页 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核验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是在施工准备阶段 结果在施工阶段 他又出来了这么一句话 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个测量放线 我可以从最初想要开工之前 我一直到干完活 每个环节 我都可能会需要到测量放线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么在我整个施工工程当中 那我也会存在这个测量放线 所以他在这儿 他又提到了 你能理解吗 没有问题吧 然后再往下 还要和验收隐蔽工程 验收分布分线工程 通知施工单位去整改 施工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监理有必要 监理认为或者是甲方认为 有必要去改的 那么你要通知 施工单位去整改 还有呢 签署质量评定表 签署质量评定表 因为监理他一直在 监督管理着我们整个施工的过程 他是知道的 我们这个质量到底是不是符合要求 所以施工工程当中 我们还得去签署质量评定表 然后呢 审查材料的质量证明资料 那这个材料到底是不是符合要求啊 审查他的质量证明资料 检查仪器设备 度量横定期检验的证明文件 监督事故处理 当然 这个事故说的是质量事故 好 这都是跟质量有关的 其实这四个还是很好区分 这个刚刚我说的是质量有关的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进度相关的 你就一下就能够区分开 看 第二个 施工阶段的进度控制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 进度计划 督促进度 核对形象进度 你看 这进度这个词是不是马上 把你和上面这个质量控制 全部区分开了 接下来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形象进度 形象进度就是 就是你用眼睛去看 那你这个工程干到什么程度了 是一层干完了 还是三层干完了 还是整个主体就够全完事 全完事了 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 这个进度我们称之为是形象进度 形象吗 能理解吧 它的外观的进度 外表 然后第三个 投资控制 这是跟钱有关的呀 跟钱有关 你看 审核工程款的支付申请 这不是跟钱有关吗 我想要钱了 你要审核我提出来的申请 签发或出去工程款的支付证书 跟钱有关 审查变更申请 这个变更 当工程量有变化 施工发案有变化的时候 很有可能这个钱就会有变化了 你要是方案变了 工程量变了 你这钱要是没变 那这施工方你变更图什么呢 对不对 我们可能有工作经验的大家都清楚啊 这施工方 主要是通过变更去赚钱的呀 所以 这个变更它也是跟钱有关的嘛 变更申请 它会涉及到钱上面的一些变动 处于索赔 这个索赔呢 当然我们要是整体上去说 这个索赔我可以索赔钱 我也可以索赔工期 那么它是有一部分是索赔钱的 所以它也是跟钱这有关 所以它还是属于投资控制 合同争议也是 那可能我施工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 导致我实际的这个钱 要比你合同原价又高出很多 那双方就产生争议了 这是不是还是跟钱有关系啊 跟合同有争议的 那除了钱 刨除掉钱 谁还去跟他有争议呢 你想想 大家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是不是 主要争议就是争议到钱这了嘛 还有 审查竣工结算申请 还是跟钱有关 所以整个只要跟钱有关的 通通属于投资控制 有问题吗 完全跟不上了 是不是快了呀 是不是我们提前上课 你没有风头跟就难受啊 没关系 我们这个跟前面的联系 性没那么大啊 你从现在跟着听 完全可以的 你先别着急 不要太焦虑啊 我们看一下第四个 施工阶段的安全生产管理 安全生产管理 当然 这个肯定是跟安全有关 跟安全有关 全部跟安全有关 你跟上我 你就从现在开始跟上我 你只要认真听 你就能够会 找跟安全有关的 看它是不是 根据强制性标准 对安全管理进行监督 对吧 编制监理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 这个重点就是对于安全 安全这方面 我们去编制应急预案 并且参加演练 我们到第五章 会专门讲到应急预案的内容 以及及其演练 演练 审查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跟安全有关 发现情况严重 由谁去下达工程暂停指令呢 总监 由总监去下达暂停指令 这句话必须要毁 谁去下达暂停指令 是总监 不是什么旁占监理员啊 还是其他的专监 都不是 是总监 好 你看 这就是在施工阶段 他要关于这个质量控制上 实际那些工作 关于进度控制上 都有进度进度进度 这些建立工作 投资控制上 都是钱钱钱钱钱 安全生产管理 都是安全安全安全 很好区分 是不是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 进攻验收阶段 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找啊 验收阶段了 那么说明我干完活了 干完活 我开始验收了 找关键词 你记住了 学管理 你必须要学会它的方法 什么方法 不需要你整个一句话 我全记 没必要 你是记不住的 你就找关键词 你通过关键词 完全可以去分开 那既然是 进攻验收阶段 那肯定跑不了这俩词啊 一个是进攻 一个是验收 找 好 第一个 都做和检查 事工单位 及时整理 竣工文件 验收资料 并提出意见 多简单 多简单 再往下 审查 事工单位 提交的 进攻验收 申请 编写 工程 质量 评估 报告 这个 这个 监理单位 你最终是要 编写 质量 评估 报告的 因为你整个 事工工程当中 你是知道 它这个质量 到底是不是 符合要求 是不是合格 还是不合格 你要根据 你的这个 监督的情况 监理的情况 然后去编写 质量评估报告 好 第三 这个重要案 组织 工程 预验收 你注意 你说预验收 是由总监 组织 那么一说 竣工验收呢 竣工验收 是由 业主去组织 必须要回案 总监 总监 组织的是 预验收 然后业主 组织的是 竣工验收 既然业主 组织的 竣工验收 那么 你这个监理呢 必须要去参加 参加 他的竣工验收 然后并且签署 竣工验收 意见 最终这个竣工验收 意见要由 五方 责任主体 去签字的 那么五方 责任主体 有谁啊 建设单位 家方 勘查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五方 责任主体 都得签字 所以 监理 你有义务 去签署 竣工验收 意见 好 第七 都完事了 我们要编制 整理 监理 归道文件 并且提交给业主啊 把相关的资料 给到业主就可以了 好 然后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说的是 事工合同管理方面的工作 合同管理 当然 关键词又出来了 肯定是跟合同有关 合同管理 看第一个 拟定合同结构和合同管理制度 合同结构 就是整个合同里面包括哪几大部分 每一部分里面包括什么内容 我换句话说 给你翻译成很容易理解的话 这个合同结构就是去拟定合同 拟定合同 拟定合同内容 能明白吧 你要去拟定合同内容 制定合同的管理的制度 包括 合同 草案的拟定 各方会签 协商 修改 审批 签署 保管等 工作制度 这流程 你啊 去拟定的是这些工作制度 以及相关的流程 明白吗 这不是什么 拟定合同结构和合同管理制度 好 然后第二个 协助业主拟定工厂各类合同条款 并且参与各类合同的商谈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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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找到了吧 再往下 合同执行情况的分析和跟踪管理 我们要去 监理要去跟踪管理 看看事故单位 是不是按照合同的要求去执行呢 协助业主处理 与工厂有关的缩赔 事业及合同争议事业 不知道我们学员有没有印象 关于这两个 我们在 前面 在 施工阶段 关于 投资控制那里面 是不是提到了他俩了 还有印象吗 给你找找 这呢 投资控制 施工阶段啊 投资控制 涉及到了索赔和合同 专益 是吧 那么为什么在这 他又提到了呢 当然 你说索赔 肯定是你与合同对照 承包方有了损失 或者是 业主方有了损失 当然这个索赔是双向的 我可以向你索赔 你也可以向我索赔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与合同对照 我损失了 然后不是我的错 我就可以去索赔了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索赔 它也是跟合同管理有关 它也属于合同管理的一部分 所以他在这又提到了 那当然这个索赔 我可能索赔钱 所以呢 他在前面这里也提到了 还有就是合同争议 这更是合同管理咯 明白了吗 我们就说完了啊 重点说的哪几个 捋顺一下 我们往前翻翻带着你捋一捋 从这里开始 设计阶段 招标阶段 不用看 然后材料和设备采购阶段 简单 它都和跟着什么 编制供应计划 资金需求计划 协助去选择供应单位 然后签合同 监督合同实施 对不对 重点是 施工准备阶段 干活之前建立干那些事 施工阶段 建立干那些事 还有竣工验收 以及合同管理 就这四个 施工准备阶段 施工阶段 进攻压收阶段 合同管理 这四部分是重点 好 来做题 你定合同是 是 是施工总承包合同 还是项目总包合同 应该是施工总包 如果你让我这两个选的话 那肯定是施工总包 因为一般的 项目总包啊 这个项目总包 这个就不就是这个 EPC吗 因为一般情况下 EPC里面 这个国际上规定啊 根据FIDIC系列 合同条件里面 它是没有建立的 好 看题 项目工作任务当中 属于工程 施工阶段 建立工作人员的人物 施工阶段 核验测量放线 这个确实有啊 验收隐蔽工程 对啊 参与编写 施工招标文件 这是 事业主的 需要而定 国家不做同意的要求 对不对 检查实验室 这是准备 干活之前的事 审查施工进度 是的 这个也是施工阶段呀 只不过这属于 进度管理 这两个属于质量管理 所以选A B E 没毛病吧 下一个 属于施工阶段 建立工作的任务 施工阶段 建立工作的任务 看A 检查施工单位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资格 施工单位呀 你看他检查人员的资格 这是我干活之前 我得先检查吧 你不符合要求都不行的 这是施工之前呀 检查施工单位的测量 检测仪器设备 定期检验的证明文件 这个是 对于这个测量啊 还有检测仪器设备啊 仪器设备 我们要定期去检验 这个是的 审查分报的自制 这个跟A一样 都是施工准备结论 查验施工单位的施工测量 定位放线成果 单选 单选 所以这道题我们应该是选B 而这句话 其实呢 这句话是完完整整的 施工准备阶段里面的 我不知道学员 你还有没有印象 我讲到测量放线的时候 我在这我还给你强调 我说 施工单位 你必须要对于甲方 给到你的原始数据 仅复册 复册结果给到监理 所以监理他要查验你这个东西 这个是你在干活前 就是施工准备去了 去进行的 然后我还强调 我说这个测量放线啊 它确确实实是从你开工前 一直到整个开工过程 或者是施工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每可能啊 有对于某些工作 可能每一道工序 我们都会 这个这个 每一个分布分享工程 那我们都需要进行测量放线 但是这句话 它确确实实是施工准备阶段里面的 一句原话 而他又是单选 那么我们选一个最符合体的 肯定是要选B 你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吗 好 二怎么对了 你先看好这句话 我们往前翻一翻 翻一翻看那个前面上 它是怎么写的 这个是书上的原话 我给你找找这个 查验施工单位的 施工测量定位放线成果 看着啊 查验施工单位的 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我在这还给你 标了个五角星 我在这里跟你讲了好久 讲了不下两分钟 我为什么重点强调它 因为后面 这个出题的时候 它容易出题 它也会容易给你 进行这个 这个混淆 所以我在这里 给你重点强调了 你看是不是施工准备阶段呢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核验施工快要放线 这也是测量放线 刚刚有学生说 一个是核验 一个是查验 从语文的角度 它到底能够有多大区别呢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没点说理去 考试啊 出题老师 判卷老师 它都是按照教材走 所以越是这种 是很相似的 你明明说的就是一回事 非得在两个地方都说这种 我们就得重点去注意 能懂什么意思吗 然后刚刚我们学院说 那句话B怎么对呀 应该是这儿 只不过我这句话呢 是把我们书上的那个 那么多的内容 给你提炼了 你看这里不是说的吗 检查仪器设备 杜梁恒定期检验的证明文件 这个B选项吧 跟上我的思路了没有啊 测量 查验施工单位的测量 检测仪器设备定期检验的证明文件 这个是书上的一句话 我前面给你讲的那些 是我在把书上的话给你提炼了 你能懂吗 这是书上的一句话啊 选B 对好了不说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 在工程项目施工阶段 你看找到关键词 还是施工阶段 监理机构的主要工作任务 施工阶段A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 准备阶段 干活之前 这很明显是在 进工验收阶段呀 不能选 按月季年度 向业主去报告 工程的执行情况 我时不时都要去报告一下 这个才是正确的 每一月 这不是施工阶段吗 每一月 每一季 每一年 参与设计交底 这是准备阶段 干活之前 对施工单位的 检测测量仪器设备 杜莲宏进行定期检验 和不定期抽验 我们刚看了前面 在前面 我们是不是刚看了这句话了 这个是施工阶段的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选 C和E 有学生说了 中途的设计交底 怎么算呀 那你这个就 就好比在考我 到底是有先有带 还是先有机的问题了 那确实也是 那可能对一些重要的工程 我们在开工之前 这一部分分不分工程 开工之前 我们绝对会进行设计交底的 这个对于整个施工的过程来说 它确实也在施工中 但是它这里啊 你就不能这么去掉真了 它这意思呢 就是我在对于接下来 干的这一部分活 干活之前 干活准备阶段 那我先进行设计交底 你只能这么去注意 明白了吗 你不要太矫正 解算也对 竣工结算申请 哦 我明白了 审查施工单位提到的 竣工结算申请 竣工结算申请 还真是 这个是属于投资 投资控制 那我光看到这个 竣工 我光看到前面的 我以为是竣工验收 对 我们虽然你说对了 你说对了 竣工结算申请 这是跟钱有关 我们干完活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求要钱了 结算申请 对的 这个也是 这属于 施工阶段的投资控制 你说对了 我刚刚忽略掉了啊 对 说的很好 真好 还会跳色了 不错啊 继续玩下 看第四个 继续啊 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准备阶段 监理的工作 主要任务有什么 你看 施工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 我们都是开工之前 要干的事 审查分包单位的 资质条件 准确 检查实验室 准确 审查开工条件 准确 签署 单位工程质量 评定表 这个是哪个阶段的 还有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 施工进度计划 首先 你先判断 E 审查施工单位 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 这个是在施工阶段 并且是进行 进度控制 好 那么D呢 审查单位工程 质量评定表呢 哪个 对啊 还是施工阶段 是质量控制那里面的 我要把它换句话说 挺好啊 比如说 监理啊 你需要编制 质量评估报告 你后面啊 你最后呢 还要编制一个质量评估报告 那个阶段呢 非常好 进工严肃阶段 很棒 很好啊 很好 太好了 所以这到底正确答案选 ABC 跟上了吗 然后再往下 第五个 在工程项目 竣工验收阶段 项目监理机构 主要任务 还是他问的是 竣工验收阶段了 换了一个阶段 我看看 监督事工单位 及时整理各种文件和资料 受理单位工程 竣工验收报告 并且提出意见 督促他去整理各种资料 受理他这个 竣工验收报告 并且提出意见 这个没毛病吗 正确 再下一个 审查事工单位 提到的竣工验收申请 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刚刚在上一道题 我是不是正好 把这句话拿出来 问大家了 你们回答的都对了 说是竣工验收阶段 正确 这个也选 抽检进场的工程材料 购配件的质量 这个呢 施工阶段 而且是质量控制 下一个 组织工程预验收 参与业主组织的竣工验收 对的吧 总监组织预验收 业主组织竣工验收 监理你要去参加业主组织的竣工验收 这是你应尽的义务 好 然后看义 协助业主处理与工程有关的索赔事宜 和合同争议的事宜 这句话是哪里的呀 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 A B D 没毛病 好的 有问题吗 我们上了一个小时了啊 有没有问题啊 好的 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不然 要不剩下了半个小 半个多小时 40分钟 可能我就有点 这个有气无力的 然后我要是状态不好呢 你们听的也是有点不太好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那么在休息之前呢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前上课呢 因为我们想给大家 同出点时间来 让你们可以去参加 参加我们网校的最后一个活动 因为马上不是元旦了吗 所以在2020年的 12月底 也就是今天 给大家 我们又带来了一波新的福利 今天呢 给大家准备了好多的一些小礼物 还有很多的红包 还有一些购客的福利 如果有学员需要的话呢 一会儿下课之后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提前半个小时上课 然后我们可以提前下课嘛 好了 对 你看我们的可乐老师 一直在强调 6点半开始 有通知的啊 一直在通知呢 好 对的 我们又彩蛋了啊 明天明天 明天正常点上课啊 明天还是 应该是 明天应该是7点吧 这个明天是哪个老师上课啊 明天啊 法规 是法规吗 你这个最好是听通知啊 可能 我说的不是太准明天的事啊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吧 好不好 休息一下10分钟 大家也可以把你前面 我们刚刚讲完内容 你再来回顾回顾 你看看有些地方是不是有问题了 有问题的你也可以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学员 刚刚呢 就是跟着来听课的学员 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大家掌握的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啊 心情不错 我每天心情都很好 除非你们气着我 行了 我们休息一下啊 学员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们俩 你 我 我 我们 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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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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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的 感谢观看 看 整个项 看 然后再编 这个 这个词本身 顶 是 C 你注意啊 那么 我们要 这个 你这些 七天前 我们的技术 最后 当前编好就可以了 那么谁主持去干这件事呢 书上没说 没说我们就不用 费脑筋去记了 谁参与编啊 一样都是专件 专件去参与 谁审批 总监审批 监理规划是由监理单位的 技术负责人去审批 监理师系则是由总监 去审批 记住了 这个表格是要求大家必须得会 尤其是 这个 建立规划什么时候编 签了建立委托合同 受到设计文件 什么时候给业主召开第一次公立会议之前 七天前给业主 谁主持 总监主持 谁参与 专件参与 谁审批 监理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去审批 这里呢 细左 水扇批 总监 好 写个图 还没到最后呢 后面还会有比这个更好的图啊 你先别着急 来 完了吧 往下看啊 工程建设 建立规划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编啊 两个条件吗 签了委托合同 收到设计文件 C和E 对不对 什么时候报送给业主 第一次工地会议 七天前 好 选C和E 下一个 工程建设 建立规划 编制完成之后 必须经谁 A 审核批准呀 监理规划 需要谁 应该是监理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吧 选择A 那么是细则呢 细则什么时候去 这个由谁去审批啊 总监 总监 好 这道题选A 再往下 这两个啊 这个这个表格里面说的是他俩的依据 依据也很重要 看一下 分别编的时候依据什么呢 建立规划 还有建立实习则 大家再来回忆一下 我考考你 刚刚说完呢 不许忘案 刚刚我们说 建立规划 什么时候去编 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收到设计文件 第二 签了监理委托合同 是不是 是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后我们才编 因为我们编的时候依据到了他们俩 看啊 看那依据到什么呢 依据到了法律法规 项目审批文件 当然了 不得违法 不得违规 你必须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啊 还有相关的标准呀 对不对 技术资料 这肯定是 这个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什么法律法规呀 技术标准呀 一些规范啊 等等 这些是肯定会依据到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设计文件 我要依据 监理委托合同 或者其他合同 我要依据 还有一个 监理大纲 这个监理大纲前面 我是不是简单跟你说了一下 这是在监理单位 周投标的时候啊 由监理单位的技术部门里面的人员负责去变的 先有的他 大纲 再有的监理规划 然后再有的希泽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这么多里面 你就 目前啊 你先掌握这三个就可以了 因为这三个最重要 哪三个 设计文件 建立委托合同 建立大纲 好 剩下的就是什么 法律法规 标准啊 这个 这个技术资料啊 等等 看这个 细则 细则要依据什么呢 依据 已批准的工程建设 监理规划 已批准的 监理规划 这个监理规划 是细则的 依据 所以说是先有了 大纲 再有了规划 有了规划 再有了喜泽 记住他啊 然后还依据什么呢 专业工程标准 绝对不得 违反相关的标准 违反什么技术 技术的一些规范 不得违反 必须要依据他们 还有呢 设计文件 还有技术资料 还有设计文件 还有一个 施工组织设计 关于我们意见 整本书啊 你从头到尾 关于编制什么什么的 依据啊 那太多了啊 非常多 我记得 依据还是有17个吗 还是有23个来着 对于这么多的依据 只有细则 依据到了施工组织设计 其他的都没有 那所以你要记住了 唯一的一个 那么多的依据理念 唯一的一个依据到了施工组织设计的 就是细则 除此之外 你还要注意 这个我们一件的这个内容啊 和二件的它不太一样 我看到我们现在目前有二件的学员 那可能会有疑问 怎么怎么回事啊 它本身这两部分就有一点偏差 所以你不能拿着二件的来对比 对照对对比一件的啊 那不可行 好 说完了 我们做做题 监理师细则的依据 已经批准的监理规划 施工组织设计 共产概况 监理委的合同 这个没有 相关专业的标准 设计文件有关的技术资料 这个有的 对不对 是不是 ABC 好 下一个内容 关于这个内容 这儿啊 了解 这个理解 了解吧 了解就行了 看看啊 一个是监理规划的内容 一个是监理师细则的内容 这怎么记呢 这太多了 你看这个能记得住吗 根本记不住 所以实在不行 就记这个 如果选那个呢 排除法 我们看一下 这个监理规划呢 它里面涉及到的内容 就相对 没那么太具体 就更抽象了一点 比如说 整个工程的概况 监理工作的范围 有那些 它具体干哪些工作 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我要依据什么 整个监理机构的组织形式 是职能的 线性的 矩阵的 还有 监理机构人员的配备计划 我配备多少 这个监理员啊 等等 还有监理机构的人员 岗位职责 还有呢 监理工作的方法和措施 还有什么工作制度 就是工作的一些要求 一些标准啊 等等 设施 简单了解 这肯定背不下来 丑死也背不下来 你要这个背 那整本书 四个科目 一本书就这么多 你再四个科目 背死也记不住 所以 考试如果出到这儿 允许错 你能理解吗 我们不需要考满分 我考78分就可以了 考到这儿 允许错啊 然后再往下 简理师细则 编证内容 细则 就具体了 有专业工程的特点 你看 你看见什么 专业工程 就是说明 就是针对专业性 很强的那个工程 我们去编的 建立实实细则 所以 专业工程特点 有的 流程 具体有哪几步啊 还有 建立工作控制的要点 那对于整个 这个工程 我们在实施 建立工作的时候 哪些是需要我 重点要去控制的 要点 以及控制到什么程度 目标值 你看 这就相对比前面的什么 内容目标范围 一句 是不是要具体多了 还有呢 建立工作的方法和措施 这俩它又一样 你这一样呢 你不管考哪个 都对 是不是 所以 你看 有特点 要点 流程 目标值 有没有一个顺口溜 能给它解决一下呢 试试吧 特点 特 它 要 要点 流 流程 目标 目标值 可以吗 当然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 那也可以 按照你们的来都可以 当然了 我们现在处于最最基础的阶段 越多记越好 不怕你多记 然后剩下这个两个都一样 那就不用说了 错点特牛 都可以 你们说 怎么着都行 好 我们做的题 看第一个 属于工程建设 建立规划的内容 规划里面 我记得是有制度 有概况 有概况 有制度 有设施 这个精度计划 是不是没有的呀 控制要点和目标值 这是细则里的 精度计划有吗 这个好像没有 规划的内容里面 没有 你看有没有精度计划 没有 没有的 所以选ABC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工程建设 监理师细则 应该包括的内容 有什么呢 细则 他要留目标 对吧 他 要 留 目标 还真是可以 这个A 范围呢 这是 监理 规划里的 所以这到底选择BCDE 完美 可以不 好 完事了 我们今天内容呢 全部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然后你们的活动呢 正好是八点钟开始 所以接下来呢 我先通过这个考点总结啊 给大家把我们 刚刚前面讲的内容 全部再带给大家串一遍 前面不是有好多学员 都来完了吗 没关系 我们再来简单的过一遍 我尽量前面内容 我再稍微讲细一点 照顾照顾来晚的学员啊 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节课呢 主要讲了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啊 就这些 我们先说 第一个 第一个 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首先你要注意 监理 他提供的是一种 有偿的技术服务 注意啊 有偿 就是他要拿到钱 技术 什么 服务 而且在国际上 是没有监理这个职务的 那么我们国家的监理 就相当于国际上 业主的项目管理范畴 懂了吗 这是前面 是最前面最前面的两个小点 然后我们就讲了他 监理的工作特性 第一个 服务性 服务嘛 怎么 怎么体现服务啊 他会努力让目标实现 但是监理 他不保证目标一定实现 这个说的是服务性 监理是一种有偿的技术服务 监理尽一切努力 让目标进行目标控制 但是他不保证目标一定实现 这叫服务性 监理是没有文盲的 这是科学性 监理不得已赋予施工单位 他今天 刚刚我们学生说了 一条龙服务 今天又送红包了 K哥呢 这个洗浴了 又是吃饭了 等等 不允许 这个说的是独立性 公平性呢 监理你既然拿了业主的钱 他是做不到绝对的公平的 那么在这里的公平性指的就是 监理在 维护了业主的合法的权利的前提之下 不得损害承包方的利益 这就已经很公平了 好 好 这个说完了 再往下 质量管理条例的一些规定 要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 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 进入时空现场 这个没什么考点 再往下 这个是考点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 材料购配件 设备不得使用 不得安装 不得进入到下导工序 材料 设备购配件 不得用 不得安装 不得进入到下导工序 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不得不付工程款 不得进行竣工验收 监理工程师需要采取 旁占巡视 平行检验等形式 实施他的监理工作 那么监理 他是依据什么去实施 旁占巡视 平行检验 这样的监理工作的 依据什么来着 什么 看你们会不会 对 工程监理规范 非常好 我看这是谁 路 真棒 后面还有好多其他的学员 依据监理工程监理规范 然后再往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里面 首先第一个 监理应当审查 施工组织设计当中 安全技术措施 或者 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他要审查的是 施工组织设计里面 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实施监理的过程 发现隐患要求让他整改 情况严重让他停工报假方 拒不整改也不停工 向有关部门报告 建委 建设局 按照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去实施监理责任 承担监理责任 实施监理工作 承担监理责任 监理的工作方法 施工不符合设计要求 不符合技术标准 不符合合同约定 有权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改正 那么设计不符合 这些质量标准啊 不符合合同约定啊 他要报给建设单位 有建设单位 要求设计单位进行改正 好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在这儿呢 你是这个图 不比前面那个表格好多了吗 是不是 你截图截这个啊 当然你要有讲义的 就别截了 直接看讲义更好 更清楚 来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啊 这是监理规划和监理师细则的区别 上面是监理规划 监理规划什么时候编 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签订了监理委的合同 第二 收到设计文件 总监主持专监参与 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任 审批 那么细则呢 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厂 开工之前 我们给它编好就行了 谁去主持编 书上没说 不用管它 谁参与编 专监参与 变完之后 谁审批 总监 看依据 规划依据了法律法规 审批的文件 有关的标准 设计文件 这是让大家重点注意的吧 设计文件 建立委托合同 你看 设计建立委托合同 设计建立委托合同 是不是 还有一个 建立大纲 重点剂蓝颜色这三个 然后细则呢 一个是 已经批准的建立规划 还有一个是标准设计文件 还有一个 唯独的有唯独的 细则所依据到的 施工组织设计 其他的 别人没有 没有依据到施工组织设计的 只有建立是细则依据到了 好 最后一个 小柱 建立规划需要在 第一次公立会议 七天前 报送给业主 好 请扎军老师把总结字体写大一点 以便你们看 我也想 你看啊 你看为什么我 我知道存在这种问题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改正呢 你看这个已经到这个边边边边上了 前面已经到边边上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图我已经扩大到 尽我的能力啊 已经扩大到最大了 如果再扩 那我就只能还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呈现 那就意义不大 当然如果你们有讲义的话 会比这个清楚好多 你们拿到那个PDF讲义 要比这个 你给它打印出来啊 会比你截图啊 清楚太多了啊 我真的是尽力了 好的 对没有工作任务 我为什么把那个删除呢 删除了呢 因为那个不是很重要 就最后一个我们讲的那个 什么监理的这个监理监理规划 还有监理实习系统的内容 那个不重要 不重要的我都帮你删掉了啊 那刚刚我跟你找的这些 剩下这些就是要求大家 必须要去记的 如果考到了这个总结以外的 注意允许错 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听这句话呀 我要说允许错 干脆你们你们都不会看了 那也行 如果说你能把这些 你能够把每节课 我总结下来的东西全部掌握 你绝对能够高分通过 一点不夸张 好了 想截图的赶紧啊 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把这个 又能呈现出来 字体又很大 那挺好 我用的是XMand 不知道你们 私下用什么 去整理这个脑图呢 下一页 可以了 主要任务重要不重要啊 这个任务 我不是放这儿了吗 这个就是任务 哎 不对 这是方法 我看啊 方法 方法在这儿 你说的是哪个任务啊 是那个流程吗 什么 监理的工作流程 就是 就是什么了 我想想 第一步 先组建团队 第二步 去编监理规划 然后根据需要呢 去编细则 然后第三步 根据细则去实施监理服务 然后第四步 叫什么 组织竣工预验收 然后第五步 参与竣工验收 然后第六步 把你的档案资料 提交给业主 是这个吗 这个也行 但是它的重要程度啊 没有那么特别的重要 在这里重要的就有两个点 就是你要组织 竣工预验收 参与竣工验收 哎 这两个点你记住就差不多了 还不是 几个阶段的任务呢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我明白你们说的什么意思了 就是在不同的阶段 建理呢 都有很多工作要去做 然后让我们进行区分 嗯 你重点去区分 施工准备阶段 还有施工阶段 行吗 嗯 我们现在属于预习阶段啊 最最基础的阶段 我们现在还不属于基础阶段呢 应该属于基础之前的预习阶段 那么这个期间呢 我建议大家 你还是去把它注意注意 嗯 还有 竣工验收 那个竣工验收 那个是不是还是很好区分呢 还有那合同管理 对不对 嗯 当然 既然要记了 那就多一遍 这个竣工验收 竣工 还有核狠管理 好 主要是这三个 这回我get到你们的点了吧 好 可以了吗 对的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大家就可以去参加那个活动了 去参加我们 2020年的最后一个 活动 里面有很大的优惠 如果说我们学 你要想购课的话 你一定要抓住机会的 那可能这个往后呢 我们是越往后 可能这个价格就会越贵 其实呢 我们整个啊 今年我发现了 最便宜的是双十一那一次 然后剩下的呢 都要比双十一那回呢 会贵什么一点 也就是说 基本上越靠后 它可能就会 这个价格就会越高 当然 如果我们学 你已经买了客的 你也可以去凑个热闹 去抽抽奖 没准能够拿到什么奖品呢 对不对 还有一些福利啊 什么红包啊等等的 等着你们去拿呢 那赶紧去吧 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我们今天内容呢 也正好讲完了 也正好把第一章也讲完了 那下一次呢 我们就开始从第二章开始了 第一章就全部结束了 好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让我们的主播老师可以告诉你 你们去哪里去抢 好吧 刚刚呢 说的这个活动啊 是我们的一个双蛋直播间 那这个直播间呢 也就是今年最后一场的那个 呃 就是活动直播了 所以说 如果你们想要购买零基础 一件啊 一件主要是零基础套餐 你对这个套餐有感兴趣的 那你在那个直播间 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低的折扣价 而且现在去的话啊 你在九点之前去直播间买客 可以参与反线 所有同学只要在九点前去买客的 都可以参加反线 所以说 呃 这个是如果你要买零基础套餐的 可以在九点前去参加那个直播 呃 在哪里呢 就是退出今天的这个直播间 在隔壁的直播间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呃 元旦 那个新什么的 就是那个直播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叫元旦有新意 对 就那个直播间 所以说赶紧去看一看啊 那如果说是你是想要今天的这个呃 直播的一个讲义跟回放课程 或者说其他的一个课程套餐的 那可以来今天就是田田 现在这这里直接问就好了 那如果说是你是想要零基础 这个套餐之前看了很久 或者是说你想要了解零基础 零基础九六分唱学班 这个套餐的 那你可以去那个隔壁看一看啊 隔壁看一看 然后我看一下给大家先上个PPT哦 嗯 然后呢 已经买完了 能不能返现 那已经买完了不行了 就今天晚上在直播间 在他们八点到九点这个期间 去买课的才可以啊 然后呢 呃 什么时候开课 你已经开了课了呀 现在大班课不是已经开课第六周了吗 你还问什么时候开课 云四叔今天卖吗 今天我的直播间 可以给大家去带来云四叔的折扣 但是如果是那个零基础的话 去隔壁吧 好吗 然后呢 我去年买了零基础 现在可以开通吗 什么 你去年买了零基础 现在可以开通吗 你是说想要重学保障是吗 如果你是想要重学保障服务的话 去打科夫老师电话 去找那个科夫老师去说 你要重学就可以了 因为你成绩已经出来了嘛 没人啊 有 在隔壁的直播间 不在我这里啊 我这边还上传PPT OK 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应该看到我的PPT啊 看到我的PPT 然后云四叔多少钱啊 先给大家看一下吧 今天的那个主要给大家带来的优惠 折扣是我们的那个礼包 我们的礼包是那个 呃 就是查分记的一个 呃 不是 我礼包是这个图书学习包 往年的图书学习包 也就叫做直播 今天改名叫直播技术专题课 那它里边呢 带来的就是今天你们听的这个直播大班课 那你们会觉得说 我都可以听啊 那为什么还要买 因为呢 你们只能听直播 像录播跟讲义呢 是不能够免费提供的 这个是呃 付费学员专享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想要看老师总结每一节课的那个最精华最精简的那个讲义 可以点就是可以去那个呃 购买了套餐之后去看 然后呢 每一节课的一个录播你也可以无限次回看到你考试结束 然后同时会有一份名师讲义及同步强化训练可以代替教材使用的书 在后续会给大家包容去发货 那这个套餐呢是直播间专享 因为我的直播间专享是一个五折的优惠还挺便宜的啊 就原价单颗是七百块钱 如果你现在买的话一个科目只要三百五十 如果你四颗买是最划算的 就七百九 然后云私塾的话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查分季的专享活动 但这个活动是要去走审批 需要改嫁的 所以呢是要一点时间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七五折 直播间专享的云私塾是七五折 然后什么时候开呢 就是这个系统是在三月份开系统 但是你们今天听的直播大班课 考点金讲都属于这个套餐里边的内容 所以说开班的话呢 它早就开了直播大班课开班 意味着云私塾也已经开班 但你说云私塾的系统 就一个系统什么时候开放 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开放 因为它主打是做后期的强化跟冲刺嘛 那这个的话是需要大家先前期 巩固一定的预习阶段的一个内容 以及巩固一定的知识点 那我们后期用这个系统 会用的更加的得心应手 好吧 所以说呢 这个是云私塾系统的一个开的一个时间 这个课已经结束了 然后那个 民事讲义能带记书本吗 可以 如果说你不想买这条材 看民事讲义也是可以的 大班课回放在哪里看 如果你想要看大班课的回放呢 可以购买到一个直播基础专题课 这个的话便宜还是挺便宜的 如果说你是完全没有买过任何课程的同学 是不能开回放的 因为直播环节 它本身就是一个付费课 但直播环节呢 一直环球 环球往下以来 一直以来的那个感恩回馈 是把直播大班课的这个EVE直播啊 这些直播大班课的这个直播环节给大家去做免费的公开一个课程了 但是呢 付费啊 以及讲义啊 都是就是那个录播啊 以及讲义啊 都是付费学员专享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 你可以去买一个直播技术专题课 因为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无论你买不买套餐 直播技术专题课都是有必要买的 你们要想一想 现在啊 距离直播大班课已经开办了五次 包括今天张军老师讲完 管理是已经六次课了 已经进行到了四分之一了 那你后边的这四分 前面这四分之一 如果你没有夫妻后边的三分 你等到后边的课程继续的话 你前面内容就落下太多了 所以呢 你现在买 现在买了之后呢 可以去巩固前面的一个知识 如果你今天只是第一次来听直播大班课 前面的五次课你是完全错过了 而他五次课每一次都是两小时 等于说已经错过了十个课时了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要补回来的啊 直播技术专题课多少钱啊 你们可以看一下 单课 单课的话就是350块钱 全课是790块钱 好吧 云四数是做什么的 云四数就是一个智能化的学习系统 然后它是 它是一个就是 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套餐 它包含了环境网上最全的一个课程 同时它会有一个智能化的学习系统 你在系统里边呢 可以按照你个人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每天的学习时间的一个情况啊 以及我每天的那个 不一样的那个学习习惯啊 以及我每天能够 就是需要掌握的知识点的一个情况不同 基础水平不同 按照个人情况去调试这个 动态的课表 那这个课表呢 就是按照这样子的形式去调试的 就是它是一个 按个人情况去进行一个动态调整的课表 那你每天学的什么内容呢 就会在这里有一个详细计划 第一个之点 第二个之点 这样子去计划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会有一个那个 那它计划里边都是 10到30分钟的一个微课 是轻松很易懂的 它是里边按照知识点给你排好的 项目管理 对吧 然后呢 那个特性 比如说你们今天听的 工作性质 工作任务和工作方 它是这样子的知识点 来给你排的 它是知识点来排 知识点排的话说明什么呢 这件事情是必考的 重点的 它已经帮你拎过一遍了 这已经节省了你的时间 然后它是自动删减了 按必考点去排课的 然后呢 如果同时它会有测评 如果检测到你的作题时长 那它会知道说你 每个题目的掌握程度怎么样 然后检测到如果你是错题了 那它会自动汇总 汇总并且调整你的那个课表 如果你通关水平一般 那它会记录在学习报告中 就是它是一个 实时动态的一个学习管家 所以说它会等于就是说 有个小管家在你身边 监控监测 你的每一次学习 告诉你 你这里该预警了 你这里不行 你应该学什么 等于说是一个 有一个私人的老师吧 然后呢 这个是一整个系统 然后你会有这个 也会有这个 那个直播基础专题 我刚刚已经回答过了 单科350元 全科790 然后呢 全程班的话 我看一下 有同学说已经买了 可以参与抽奖吗 抽奖什么呀 如果说你是想要参与 隔壁直播间的那个什么 呃免费的抽奖的话 是可以去参加的 而且他们今天晚上 是有真金白银的红包给大家 因为今天是一个开年 呃就是元旦 元旦的一个直播提前了 所以呢 新年新年都是有红包发的 今天晚上是有真金白银的 那个支付宝红包可以抢 所以你们如果说是 已经购买了客户同学 可以去隔壁去抢一抢红包 好吧 然后呢 呃直播课看回放多少钱呀 那快回放多少钱 看回放就是买直播基础专题课 单科350元 全科790 云四数单科有没有打折 有 一样是七五折 是不是刚刚有同学说我那个呃 我想报云四数怎么不差价 这一位这一位张成志同学 你这个就是减掉你的三千多 你就是全科报 减掉三千多嘛 就是你之前不是报了一个 两年制的那个零基础上学班吗 那你这已经报了三千多块钱吗 所以呢 你就是等于云四数折后价是五千 五千九百二十五块钱 我记得没错啊 五千九百二十五的一个 七五折折后价 你就五千九百二十五去减掉 你今天报了三千四百一十六块钱 到手就是你再补个两千五百零九块钱就可以了 那个张成杰同学啊 然后呢 隔壁直播间怎么进 在 你们点离开我的直播间啊 有一个那个元旦有新意的一个直播间 点进去就可以了 好吗 他每半点会发一次那个支付宝宝包 然后呢 我报了密讯课跟那个的食物跟经济 我看一下 嗯 我一个一个来吧 我想问一下这个一件建筑直播大班课参加二件考试能过吗 当然是不一样的两个考试 而且啊 而且直播基础专题课 它就只是一个大班课 大班课是来干什么 来做专题的基础的 就是它是一个基础阶段的课程 你一件你单学基础都还不太够 你说你一件谁这个基础 然后去考二件 那我觉得你结报二件的课不好吗 真是的 然后呢 那个 呃 包过吗 你任何课程买了不学就没法过 但你认识你的课程买了是合适你自己 你学了就能过 好吧 这个我没法跟你说 包不包过 包过 任何一个网上跟你说 你包这个课包过 都是骗你的 讲句实话 为什么呢 又不是他们帮你上考试 你自己去考试的 所以说过不过不是看你学不学吗 真是的 我看一下啊 呃 老学员了 每年建筑就差十分左右 报什么 是报个全程班或者精品VIP 如果 如果是老学员 每年建筑就差个十分左右 这样子的课程了 那你们就不用报什么 零基础啊 报云思数 你可以报一个那个 全程班或者精品VIP 那这两个班怎么选呢 如果你要从学保障服务 那你就报 呃 精品VIP 你如果不用从学保障服务 一年期就够了 那你报全程班 好吧 我之前报了零基础 水利食物没过 想升级食物为云思数 补交多少钱 语焉同学你先下一个订单 我我看你已经下订单了 是不是 哦 你再再下一个订单 再下一个订单 重新再下一个订单 你这个呢 补交多少钱呢 是补交那个 呃 水利单科 我看一下 补多少钱啊 你这个不就是水利打完这 1635吗 减掉 减掉你之前3660除以4 3660 你之前是报了3660除以4了 是水利的吧 OK 再补个720 再补个720块钱 720 哦 不是不是 不对不对 2160哦 不好意思啊 2660减去2660 2660减去3660除以4 哦 补个 你现在不是改好了吗 我看一下 补个1100 你这个补个1100就可以了 好吧 那个 呃 刚刚这一位说要补差价的时候 之前买报零基础的这个同学 然后呢 呃 700多那个可以买四颗金奖会放吗 哎 700多这个不是金奖 直播大班课就是直播大班课 金奖班就是金奖班 你700多买的这个是金奖班 不是不是金奖班 是直播大班课 看好了 看好PPT了 PPT在这放了这么久 同学们看PPT啊 你不要只听我讲 PPT写的很明白了 这个790人包含的是什么 包含的是直播大班课 不是金奖班啊 金奖班是金奖班 大班课是大班课 是两个并行的 不一样的班型 所以 你今天买的700多是直播大班课 就是你今天听的 张军老师讲的这个班型 然后金奖班是后续更新的 如果你要金奖班 还是建议你包套餐啊 我报的是96分唱 那个子叔 呃 你是想要怎么了 你是想要补差价 还是干嘛吗 子叔 想看张军老师 张军老师已经下课了 云四叔怎么是7210 OK 你们想要云四叔 然后想要我去给你们补差价 同学啊 因为云四叔呢 是75折专门的一个折扣 而且有些同学 他是想要升级的 怎么升级 怎么补差价呢 来看好了 你们先下单 先按7110的那个折扣去下单 先下单 但是不要付款 然后呢 我根据你们每个人的订单 去给大家去走审批 能明白吗 张军老师那边怎么进不去 已经 张军老师已经下课了 你进谁呢 我是四叔班还要购买吗 不用了 四叔班就不用再购买了 不太懂直播大班课 今天不是听的就是直播大班课吗 肥嘟嘟 今天听的这个课程就叫直播大班啊 你今天听张军老师讲课了吗 今天听的这个课程就是直播大班课啊 为什么今天下游这么早 因为今天提前上课了 建筑金品VIP怎么 建筑金品班怎么报啊 你你你点弹窗去报 然后呢 我给你改假 你们先下单 什么叫下单呢 就是你们点击那个 你们点击那个呃 弹窗去选择提交订单 但是不要真的付款 然后呢 我根据你们每个人的订单 去给你们改 金奖班有免费直播客吗 金奖班是录播客 没懂你们的意思 金奖班啊 跟大家普及一下 什么是金奖班 什么是大班课 什么是套餐好不好 套餐里面就包含了金奖班啊 大班课呀 这样子啊 密讯班呀 以及提呃 讲题的那个真题班呀 什么的 就很多很多个班 那这个班呢 都是包含在一整个大套餐里面的 所以你们刚刚问我说 金奖班里面有免费直播客吗 金奖班就是一个班啊 金奖班它就是一个录播客 它不是直播 大班课是大班课 大班课是直播客 所以呢就是 大班课也是一个班 金奖班也是一个班 他们讲是一个并列平行的关系 而你如果买的是云丝熟啊 精品VIP呀 全程班呀 零记忽九六文唱学班呀 这些是套餐 套餐里面会有基础 强化冲刺阶段 你刚刚所说的大班课 金奖班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等于说云丝熟 全程班呀 零记忽唱学班呀 这样子内容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全家桶 然后呢 大班课可能是一个鸡翅 然后呢 金奖班可能是一个蛋塔 那你现在 金奖班它就是录播的形式 大班课就是直播的形式 明白了吗 全程班也有免费直播课吗 全程班有 全程班有免费直播课吗 你今天听的直播大班课 直播环节就是免费的 报大班课可以看 今天课程的回放 没错 报大班课就是可以看 今天课程的回放 大班课就是这个 直播技术专题课了 就是这个东西了 你报直播技术专题课 就可以听今天大班课的一个回放 好吧 一键市政食物差8分 买什么合适 精品VIP或者全程班 全程班就是一年期的 精品VIP就是两年期的 所以看你如果要两年期 你就买精品VIP 如果你不用买两年期 你就买那个全程班就可以了 差8分买个全程班 精品VIP差不多了 大班课知道 可以看今天的回放 是 然后呢 呃 云四数全科2021 有部分科目没有考过 明年还要增加费用 重新购买吗 不用了 不用 去申请同学就可以了 申请的同学 是最新的一个同学 一键的精品VIP 机电食物老师 是苏婷老师 不是只能看今天 能看大班课所有 大班课是每课有30多个小时 你今天只听了两个小时 所有大班课都可以听 是15到18个课时 你今天只是听了一次课 而整个直播大班课 他还有15到18次课 好吧 都是可以听回放的 今天已经下课了 建筑食物差20分 其他过了 买什么科好 建筑食物差20分 其他过了 那买一个 你差20分差挺多的 要说实在的 那你就买一个零基础吧 零基础是隔壁买 买一个零基础的单科 你的食物差20分差有点多啊 你买一个零基础 上学班的单科 去隔壁买 我今天直播 今天零基础没有准备优惠 但隔壁现在呢 还有半个小时 你现在买是可以返现的 790可以从头看回放吗 可以啊 就是直播大课 所有的回放你都能看了 包括你前面错过的都可以 包括你前面错过都可以 因为现在是已经进行了6次课了 像管理已经进行了6次课了 已经进行了4分之1的大班课了 所以呢 你前面4分之1的课程都可以看 而且后边还没有更新的这个部分 你也可以 就是提前下载讲义 以及也可以预定后边的录播 都是可以看的 好吧 中级经济有吗 中级经济的 你去隔壁直播间 好吧 中级经济是隔壁直播间有优惠 我今天是一键的直播间 我优惠的啥呀 我优惠的就是直播大班课的五折 以及除了零技术以外的其他套餐 在我这里能够捞到其他的一些课程优惠 比如说像云丝书七五折 好吧 云丝书的七五折 以及直播大班课的这个直播技术专题课的这个礼包 790元 全课四课 对 四门大班课的直播回放 对 都都没错啊 四个课目 建筑 不是 那个基电 不是什么 是那个 管理 管理 法规 那个经济跟食物科目 四科目都可以 云丝书优惠七五折呀 优惠七五折 而且张成杰同学 你是可以抵扣掉你之前买那个套餐价的 你是可以抵扣掉你之前买了3000多块钱的那个课的 好吧 有点基础过了一颗了 其他的差九分左右 合适买哪一个呀 有点基础过了一个其他差九分 你买个精品VIP吧 如果你是两个课目 还是买精品VIP好一点 有从学保障符 买了在哪里看大班课 去自己的学习中心看 去自己的学习中心看 我看一下大班课整个课本章节全部讲完 还是直播几个章节 大班课他不会把课本所有的章节细致的讲 但每个章节的重点以及你在前期学一见这个东西的时候 构建起的那些基本的基础知识框架以及横重必考点他都会讲到 他不是细致讲解的 他是以专题的形式 那他是一本一整本书去汇总起来的专题 他不是分章节讲的啊 你把大班课推过来推过来是推什么呀 课程已经给你推了 那个直播基础专题课 790 350的那个已经给你推了 好吧 我给你撤回再重新给你推一遍 推一个大班课给你 就是那个直播基础专题课 你买那个就对了 然后呢 公共课都过了 水利差十分买什么课好 嗯 十分的话精品VIP吧 语言可以买个精品VIP 大班课是 这个讲回答了 好吧 如果你们是想要除了直播基础专题课以外的课程 比如说向云私塾 精品VIP的 你们可以弹窗下完单之后 跟我说我帮大家去改价 那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听 今天直播大班课的一个课程的话呢 就直接啊 就直接点击弹窗下单 那个价格是对的 790元的一个全课 四个课目跟350元的一个单课 好吗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主要的 还是这个直播基础专题课 因为我觉得大班课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跟网年EV一样 你听了你不听你是你亏啊 你自己是会亏了 那怎么办呢 你如果前期错过了 那要听回放 如果你只听了直播环节 那你要去及时的巩固 下一个云私塾单是不是 好 我帮大家去改价啊 OK 我看到你确实下一个云私塾单 我帮你去改成今天的一个7590扣架 稍等我一下 就是这个要走邮件审 要走那个邮件审批 所以你稍等我一下 先帮你提交 应该是半个小时之后 是可以去那个付款的 好吗 已经开通 开通的同学有2021的民事讲应吗 没有 纸质资料不会重复发 那如果你是开通的同学的话 可以自己去在额外买个书 或者你可以先拿2020的先学 反正2021点还没有出来啊 客服电话多少 1010080 建筑食物单科 精品VIP多少钱 你可以看一下 精品VIP的一个价格 也是一样打75折 精品VIP在这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 我帮这位同学先走个审批 等我一下 这位下了一个云私塾单的 对 1010080 没错 肥多多 精品推出去 OK 可乐帮忙推一下精品 然后呢 食物过了 剩下公共课买什么 买精品VIP可以了 OK 96文昌学班在隔壁 隔壁有96文昌学班的一个优惠 试证 那个食物单科多少米 你这个是哪个套餐的 你想要哪个套餐的 这个盐 盐生的那个盐 盐 直播大班课跟EVE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 他们 其实直播大班课就是往年的EVE 今年是没有EVE这个班了 今年EVE叫做直播大班课了 他们之间呢 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升级 就是之前EVE是按照教材的顺序 已经内容了一点点讲的 而直播大班课这次是先在先 就是先在前期做那个你们入门的时候呢 按整本书的一个专题 按专题来跟你去讲 他讲的是更加的就是重点的一个内容 好吧 大班课讲的是就是重点一点 有96分唱学班吗 李先生 李先生 隔壁的那个 隔壁的那个元旦直播间里边 有96分唱学班的专享轴扣 所以赶紧去 而且他9点之前下单是可以返线的 李先生 云私塾一键市政食物单科多少钱 一键云私塾食物单科的话呢 是2160的轴后价 原价是2880 打完75则是2160元 KK 二键跟一键可以一起报名吗 在我的直播间报一键 二键你可以去隔壁直播间报 就是那个元旦直播间可以去报 好吧 精品VIP水利食物单科多少钱 我去年报的零基础 你报零基础 你就不用再报那个水利单科了吧 你就你就零基础去申请从学就好了呀 你就不要重新再报了 宇一言 你就不用再报那个精品VIP 你不用再报课了 那个有从学保障服务的 好吧 那个 米俊杰已经走了超级小 单科2160哪里下单 你先下一个单 现在你看到那个云私说价格可能不是这个2160的价 因为这个2160是直播间专享的 但是呢 你可以先用那个价格先下一个单 但是不要付款 最后一步提交订单了 他让你付银行卡密码 退出来不要付 我帮你去改价 好吗 我帮你去给你的订单改价 改成2160元 先下单下完单跟我说 我之前买的全神班可以底线吗 底线不行 哪有说 为什么之前买的全神班要底线 你可以当优惠券用 可以当抵扣 因为你看你买的是19年的全神班 趁现在10号之前的查分机活动 你都还可以抵扣你之前买的1000多的一个课程 但是你要买课程去升级才能用 我没办法说这个给你折成现金给你还回去 这不行啊 你女生已经下课了 对 好吧 所以说你们要买的一个同学呢 赶紧先跟我说 哦 底扣怎么底啊 减 直接减 你之前买了那个1493块钱嘛 对不对 减掉你这1493块 如果你买的是全科 因为你之前买的是全科嘛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也买全科 那可以直接底掉那个钱 如果你现在买的是单科 那就底掉你之前报的那个1400 然后去除以4去给你底扣 呃 全程班今天有优惠吗 全程班的话今天也是七五周 零基础和云次础去年都报了 就实物单科没有过 嗯 那就赶紧去复习了呗 那还能咋的 就申请个重学 赶紧去学了吧 啊 重新开通的课程中 包括2020 EV1课程嘛 重新开通 开通都是2021最新的课呀 哪会给你开通2020年的 那你要2020年的 你就学老课了哦 全部都是开新课呀 那新的2021年是没有EVE这个课的 因为EVE这个课程改名了 改体系了 改课程叫做直播大班课了 也就是你今天听的这个课 今天听的这个课就是网年的EVE 能明白哦 我还买全程班可以吗 呃 那你就不 你你还买全程班没法抵 你如果还买全程班的话 没法抵扣 要升级才能抵啊 我买的直播大班课全课 30个课时候是不是就没有的 但是你可以无限次的回看啊 你虽然是不能看其他的班 因为你买的这个班就是直播大班课 你不是买套餐 你买的是个单班 那他那个里边 他这个直播技术专题课里边 他就只包含直播大班课 那肯定直播大班课 之外的其他班课你不能看 但是 录播 讲义 你都是可以到考试前 你都可以无限次的去下载去看的 好吧 无限次的可以去回放的 这是讲课吗 课程已经结束了 我是助教老师 我直播今天买精品VIP的话怎么算 呃 下单 我看一下 你这个就下单给你点 抵扣呗 下单给你抵扣呗 就是你先下单下一个精品VIP的那个全科 2925你先下 现在价格呢 可能不是2925 2925是我直播间专想价 你先下一个精品VIP的单 它的价格呢 可能不是2925 但你先提交订单 提交完周跟我说 我帮你去抵扣掉你之间的钱 去把那个价格改了 改成抵扣后的价 明白了吗 还能看可以7-5折折护 我给你去抵扣的 所以你先下单 直播间才能办 所以你这个找齐亚老师 找不到齐亚老师办理 你赶紧先下了吧 下了我帮你先改了价 你付不付款还是一回事 先改了 先改吧 价格先改了 因为我等等要下播了 我下播没法给你改了 可以七五折 七五折之后再给你抵扣 直播大班课 今年不过 明年还能学吗 不行 它是一年期的 因为明年会有最新的直播大班课 课程已经结束了 时光不老 今天的课 今天的直播 两个小时直播已经结束了 好 下单了我帮你改 我要帮你去申请 那你可能是睡觉前 或者是明年早上 这样子去付款 你这个就是2925的价格 减掉之前购买的 那个全程班的价 OK 我帮你去抵扣 啊 拍摆 你对你们看 看你 我好 哦 这呢 我看你 我们 ao 来 我 我 真的 这边 我 这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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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我 OK帮你提交了 那你这个的话呢 要一点时间啊 要一点时间 像那个科普老师要改架 2340元是轴后价吗 你是说哪个课程啊 哪个课程啊 2340是什么 没有2340这个价 2925是轴后价 呃 云四叔15一门 打完75折是多少钱啊 你可以看一下 打完75折15一门 是2160元 我买的15的大半克 现在还想买剩余的三克 能支付440吗 可以先下单下文章帮你改 侯伟侯伟下单下文章帮你改 如果你单独买是不行的 你单独买就没法没法这样操作 但直播间可以给你办理 怎么办理呢 你先下一个全科790那个单 下完之后不要付款 也一样是提交订单 但不要付 我帮你把之前学的 你之前交的350块钱给你抵掉 再补交440就可以了 好吧 何伟 不理人走了 没法每个同学的那个都看见呀 你多问几遍 我不就看见了吗 我还讲话 你还打字呢 真是的 施政云四伏谁讲课 是吧 那个陈铭老师也会讲 李英老师也会讲 大班课生全程班 还要多少钱啊 我看一下 大班课生全程班的话 我看一下啊 全程班就直接抵嘛 你之前报多少钱 抵掉多少钱 减掉你的400多块钱嘛 对不对 大班那个 大班全程班就是 全程班就是 1950元 减掉1950的折后价 75折的折后价 减掉你那个 我之前报的400多块钱 好吧 就是再补个 再补个1500左右 然后没有购买的页面的油 那个小福窗有吗 小弹窗看到了吗 或者是小口袋看到了吗 小口袋看见了吗 有一个直播基础专题课 精品VIP的话是 对 明年是可以有重学的 有没有不过还能重复学的套餐 精品VIP 云丝熟 零基础96分畅学班 它都是有重学保障的 就你考试不过 都是可以重复学的 好吧 精品VIP 可以有一年的免费重学期 等于说你考试不过 第二年可以免费重学 好 那你先下单 下单 你改 怎么会找不到呢 你刷新重庆一下 反正弹窗一直都在 小口袋也在 你点小口袋 你不要等那个弹窗出来 用下方是不是有个小口袋 点小口袋去 升级全程班补多少钱啊 全程班是没有重学保障的 我先跟你说 全程班是没有的 我刚刚看你问了 重学保障 如果你要重学保障 尽量建议是报精品VIP 如果你是想要全程班的话 可以报全程班啊 你就看好了就行 你自个儿看好了就行 你不是已经报了吗 同学 而且你这个也不是 你也不是报的直播大班课 你报的就是全程班呀 你报的就是全程班呀 记得以前买书扫码 可以听大班课 你那听的不是大班课 你那个是听一些微课 肥嘟嘟 一个片段 一个小节而已 好吧 和尾同学下好单了没有 和尾同学我帮你办理完之后 我今天直播就下课了 好我看你下了单了 我帮你改吧 我看能不能直接帮你改假 如果不行的话呢 可能就要走一走省批啊 反正等一等我呗 OK我帮你改好了 可以去付款了 和尾 和尾帮你改好了 你去 你去 呃 现在已经改好你的订单了 怎么付款呢 你去环球网校APP里边有一个右下方我的 去我的那个菜单来点那个带付款订单 我的订单里边有个带付款的订单 你去付呃 我的那个 一门打完是多少钱啊 你看一下 管理云私塾的话呢 一门打完是1635元 打完75折之后是1635 1635块 原价是2180元 打完折是1635块钱 百度网友 找 discontin之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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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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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